在2023至2035年阶段,广平省二氧化碳交换量达240万吨,并可获得于1011万美元。 2023年,碳信用额交易为广平省带来于353万美元。 这笔资金将用于支付森林保护与管理工作,并提供给当地居民,支持他们的生计并鼓励他们靠森林谋生。 今年,广平省参加碳信用交易的自然森林面积约达于469公顷,每公顷价格为7.3美元。 事实上,每户家庭收到的款项并不多,但在提高人民的护林意识,打击破坏森林资源,非法开发林产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当地创造更多的护林资源。 中部以北地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支付协议是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于2020年10月20日共同签署的协定。 在参加该协定的地方中,一安省是拥有森林面积最大的地方。